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出埃及记 第十一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我再使一样的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 然后他必容你们离开这地 他容你们去的时候 总要催逼你们都从这地出去 你要传于百姓的耳中 叫他们男女个人向连社要金器银器 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 并且摩西在埃及地法老臣仆 和百姓的眼中看为极大 摩西说 耶和华这样说 约到半夜我必出去寻行埃及遍地 凡在埃及地从座宝座的法老 直到墨子后的婢女所有的长子 以及一切投身的牲畜都必死 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号 从前没有这样的 后来也必没有 至于以色列中无论是人是牲畜 连狗也不敢向他们咬舍 好叫你们知道 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 你这一切臣仆都要复复来见我 说 求你和跟从你的百姓都出去 然后 我要出去 于是摩西气愤愤地离开法老 出去了 耶和华对摩西说 法老必不听你们 使我的歧视在埃及地多起来 摩西亚伦在法老面前行了这一切歧视 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 不容以色列人出离他的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